卵子 是有黃金期的 年輕的卵子質素比較好 可以成功懷孕機會就會比較高 相對於年紀大 卵子質素比較差 懷孕機會就會比較低 我們可以把一個卵巢 比喻為一個很特別的銀行戶口 這個銀行戶口是只可以提款 沒得存錢 沒得派息 沒得分紅 花了些錢就要收金 年輕時銀行存款比較高 洗費比較大都不要緊 可以購買多幾十雙鞋 只選一雙鞋去穿 挺漂亮的挺適合新的 你都可以選到 相對到年紀比較大 你的銀行戶口的存款已經很少 快點花了不要亂賣東西 你會選到你心目中想要的 機會就會比較低 相對來說 即是你可以還人的機會都比較低 目前臨床可以做 幫這位女士去保留她的生殖能力 主要都是一個雪卵的治療 雪卵就是希望在她年輕 卵子的數目比較多 和比較理想的時候 將它冷凍 到年紀再過幾年 比較大的時候 拿不到一些漂亮的卵子 就將它之前雪起的融出來 希望杯湯的質素比較好 和上映機會比較高 卵子質素 其實真的要拿出一顆蛋出來 在顯微鏡做評估 但我們通常在臨床的評估 主要是一個數目 理論上 數目多 質素會好的機會相對 也會比較高 如果評估卵子的數目 我們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就是超音波 就是通常是 未來月經的頭幾天 我們會跟它照 有幾多個卵泡 可以見到 我們叫這個 antro follicle count 見到越多卵泡 就是理論上 應該有越多卵子 如果用抽血 我們通常都會抽一個 叫做 anti-mullerian hormone AMH 理論就是說 每一顆還能用的 卵細胞 在卵巢裡 它都會分泌一個很小分量的AMH 所以如果是 越多卵子還能用的話 它抽出來 AMH的數值就會越高 相對 卵子的數目 越少的時候 它的AMH的數值就會越低 各位女士來月經的時候 她需要報經期 我們會在她 來月經的頭二至三天 跟她照通音波 有可能需要抽血 我們會因應她的 卵泡的數目 她學荷爾蒙的情況 去選擇 用哪一種藥 用什麼份量 去幫她做一個 刺激排檸的治療 每一間 兩日至四天 她都需要再回來 照通音波 去評估她的藥物的反應 要不需要進行調節 整個療程來說 她的藥物需要打針 十至十四天 當我們見到 卵泡已經成熟的時候 就會安排她做一個 抽卵的手術 抽卵是一個 有一個日間手術 不需要留意 日間做完 下午就離開了 麻醉了 沒有痛 經陰道做的手術 不需要肚有 就會在陰道 照著陰道超陰波 相知針油櫻 陰道入到盆腔 然後將每一個卵泡的泡水吸出來 會有一個杯胎司坐在旁邊 給你看看 抽不抽到粒蛋 有的話 每個卵泡逐個逐個抽 然後再評估一些卵子的質素 漂亮的成熟的 就會幫你冷凍 如果粒蛋是不漂亮的 不正常的話 那就不會要的了 其實就不需要太擔心的 因為其實每個月 都可能會有十幾個卵泡 是準備上排 沒有用的 就只有一個會排出來 其他那些其實都會消失 是留不到下去下個月的 所以就算七多十幾個 其實都不是拿出你 一整年有數字出來用的